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有關於 如果你會彈琴 好 如果你想要 因為本來Gadgie Band 你就可以這樣子 就可以去彈琴 可是真實的這種手感 跟這種是不太一樣的 對於會彈琴的人來說 擁有這樣的可以一口氣這樣 像這台是61鍵 你甚至可以擴充到88鍵 有些電鋼琴 有些那個迷你鍵盤 就這種叫做迷你鍵盤 它本身是不會發出任何的聲音的 然後稍微可以帶到一下我們這個孔 一個USB 然後一個是什麼 這是腳踏板 就這樣 按跟OFF 通常MIDI鍵盤都是這樣子 它本身不需要任何電 它就是透過一個USB 好 那 我們來講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透過MIDI鍵盤 或者是電鋼琴 或者是電子琴 你想要輸入到你的iPad裡面的時候 記住 跟我們剛剛前面上一刻講到的這個 錄音介面一樣 你一定要找有支援 有支援的喔 有支援iPad或者是iPhone的手機 或者是平板 可以用 你才能去使用 不要買 隨便買一台 然後就這樣去翻 不能用 好 雖然都可以接 可是不能用就好笑了 好 那所以 我們現在只是先示範 先開這個畫面 然後怎麼去接 它原則上很簡單 記住一樣都是這條線 好 所以這條線 建議大家去買原廠啦 會比較穩定一點 你總不喜歡 就是這台創作的過程當中 然後斷斷續續的吧 好 所以這原廠的線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就把它插進去一樣 那記住你的另外一邊都可以去插 那個充電線 所以就不會怕沒有電了 那另外一頭呢 我們剛剛示範過 其實這個就跟那個 剛剛的錄音介面的線一模一樣 就是印表機的線 插在你的前件上面 給大家看到 好 插進去 那這個腳踏板就是 當然要接啦 接了才會有嚴陰踏板的作用 好 這個有一個on跟off 那有些是沒有 有些是有 那像這台就是有 那我們就把它推到on 的這個位置 接下來呢 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好 原則上你可以先用這個on 確定有聲音 然後我們請Lessie老師來示範一下 彈一個 小蜜峰好了 哇 Amazing 有沒有 你可以用這個來彈琴 所以呢 如果我們用這個來彈吉他看看呢 來 我們開一個吉他 有沒有覺得不可思議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就是你可以用 鍵盤 直接彈琴 彈吉他 你甚至還可以用來彈鼓針 彈鼓針 我們來彈鼓針看看 喔 有沒有 好 像中國樂器 用個五聲音階的 有沒有發現這個就是很有中國風味道 好 你只要選到中國的樂器 然後用五聲音階 那五聲音階那些老師的課程也有跟你講 好 不可思議吧 你除了可以這樣子 去用手去做之外 你也可以用真的琴鍵 對於如果你學過鋼琴 你會彈琴的人來說 這個是非常推薦的一個做法 好 所以 總結來說 我們剛剛前面講了 你可以接 USB的麥克風唱歌進去 或者是接這種 聲卡的 好 聲卡 你可以把麥克風接進去 一般的正統式的這種麥克風 因為一般的麥克風是走XLR線的這種 Henone線的麥克風 好 它是電容式麥克風 或者是動圈式麥克風 也都可以是接的 然後接上去 然後一次就可以支援兩軌 所以你可想而知 你可以一個邊唱 好 然後邊彈 好 如果你是彈吉他的話 吉他線你可以直接直接拉進去 然後鋼琴呢 你也可以直接走拉音把它拉進去 好 有些電子晶會發出聲音的 好 有些電鋼琴會發出聲音的 好 有些電鋼琴會發出聲音 你可以直接把它接進去 但有些電鋼琴你可以支援 iPad 你就可以像這個 直接接 USB線就可以做 好 那錄音介面 你還可以支援到兩個喇叭 耳機 所以同時可以做雙向的監聽 好 最後一個 你要接這種鍵盤 直接接USB 直接隨插即用 一接就有聲音 然後選你想要的樂器 就可以發出任何你意想不到的一個 結果發生 好 那你現實你也不會彈鼓針 好 你也不會彈吉他 但是在iPad裡面呢 你就可以這樣子 好 你可以用這個彈鼓針 然後你可以做出屬於你自己的音樂 屬於自己的中國風 但是你真實 你根本就不會這些樂器 好 所以書文音樂是很奇妙的 好 那大家繼續往下學 好 你會學到 好 那我們再請Lancy老師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最後 你接下來開始要接觸到這一個 這個原宇宙了 好 這個iPad數位音樂 你大概會學到哪些內容 那我們這裡面主要會有即時循環樂段 這裡面就有非常多的風格 你點進去裡面就會有非常多 它原本就幫你做好的音樂在裡面 你就可以自由去拼貼出你自己想要的音樂 那在音軌這邊也有很多樂器 你可以挑你喜歡的樂器 去幫你的旋律做伴奏 好 那重點 老師的課程呢 跟歐漁課程很像 就是有一個血統 就是我們有大量的始作 所以老師也不是一直都在介紹 這Glatch Band有多 就是操作上面 那其實老師講的是很多的曲風 包含怎麼教你寫旋律 這包含怎麼教你做編曲 好 你要編曲開心的啊 難過的啊 這種EDM的啊 大家最喜歡的舞曲啊 中國風的啊 有沒有 然後教你用不同的樂器 這些就是等於是你用一台iPad 只要一台iPad 你就可以做到這些所有的事情 但老師教的說 不會是特別說 你一定要買這台或者是買什麼 也不用 就是老師教的是你直接用手 對吧 老師直接全部用手了 是沒有透過任何一個鍵盤 把它做出來的 好 只是說 Cyranco是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想要外接這些設備 你發現你越玩越有興趣 你想要開始接設備去演奏啊 還是什麼的 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老師上課內容是 因為是for初學者的 所以你可以給你家中的小朋友 或者是長輩們 去學習這套課程 好 那這邊 關於設備的部分 就到一個段落 那我們這堂課程是會放在 最一開始跟最後一段 所以一開始你可以先認識 那你也可以跳過 或者是你先學完全部 最後第三十堂課 你再來看這堂課 就知道說 我學了這麼多 我開始想要接設備 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 那我們正式的課程就開始囉